歡迎鄉親 繼續帶來大正話新聞的現場 帶鄉親去收水鄉的安家村 看有什麼東西吃 將台灣的滷味修材 用發生料理的方式來做典型 不過這個修材不是每天都有的 要綜合有型才會出菜 另外還有很厲害的土甲口味 又是滷味蒸作一整 蒸好之後 倒閉出來 變形成為滷味的乎跳球 好吃又好看 帶你們走回來去品尚 樂油是霹靂啪啦 蒸到素材本食 南中老闆自己做沙沙醬 讓這本食天然不一樣的香味 都能對白菜起火 滷味修材 本身結實品 其實我本身就是法式廚師 那想說運用我們在地的食材 然後很傳統的食材 但是用法式的方式把它呈現出來 小菜變成法式料理 香醬的 消費者當地進行 新客手機合 不過這個小菜不是每天都有 更厲害的土甲口味就是這個 又是滷味 茶作一整 蒸好之後倒閉 就是滷味的佛跳牆 除了要求它的好吃以外 它的美觀也很重要 裡面有十多種的小菜 那它是不一定的小菜 看我今天想要放什麼在裡面 它就在裡面 那這一宗呢 它適合三到四人小家庭的小菜使用 這個是我連看都沒有看過 我覺得它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 一般的麵湯可能沒有這麼強做的白牌 他們的白牌很特別 很像有一點法式的小點心的感覺 最厲害的還有這碗蛤蜊麵 用到蛤蜊咖像撈肉 煮得真正南城湯汁 好吃的米瓜就是這大具跟蛤蜊 這會煮出來的香蜊豬米 這是豬大骨 我們都運用 運用30斤的豬大骨熬一鍋濃縮的湯 這是給蛤蜊麵用的對不對 對對對 然後再跟蛤蜊麵濃縮的原汁 跟這個大骨湯結合 台灣傳統米當的小菜滷味 用合法式料理的完食 讓客人直接就料理 都將華西無人貴陰 秀水彩虹不得